不仅是人穿越了 就连半截汽车和墙壁也跟着穿越到了家暴现场 这电影要是叫《非诚实验》 我都不会感到奇怪的 孤狼恋一看大事不妙 赶紧让手下们开火消灭他们 好像阿诺施瓦辛格也说过类似的话 怎么同一句话州长说就这么霸气 你说了就这么挫呢 这个逗逼骷髅放了个闪电 结果没打中西曼 反而把困住他的铁链给打断了 话说我真心怀疑骷髅脸的大宝剑 是不是买到了假货 别说干掉西曼了 他连误伤自己人都做不到打死对方 于是双方在城堡大厅里爆发了最后的决战 就连普京也抄起线弹枪 打在周围的纳粹海豚屁股尿流 骷髅脸孤注一掷 放出闪电阻止西曼拔出大宝剑 但是你一定还记得我之前说过 在这部电影里 战斗力的大小和穿意的多少成反比对吧 结果就是西曼拔出了大宝剑 说出了那句著名的 后面的剧情也就很简单了 西曼打败了骷髅王 丧失洪荒之力的骷髅王还要再争摆两下 结果被西曼不小心推下了无底洞 以归宿缓缓落下 彻底消失在了深渊之中 战斗胜利了 骷髅脸的虾兵蟹将们非死即逃 西曼和他的战友们拯救了城堡和女魔法师 所有人欢庆胜利 就连普京也留在了埃塔尼亚 过起了幸福的退休生活 红猫怪在送凯文和朱莉回家的时候 故意把时间提闲了一年 于是朱莉一觉醒来 发现时间倒流到了父母兼在的时候 这样他就能阻止爹妈去开飞机 也就不会遇到空难了 同时也能够和男友凯文 继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电影结束了 除去前面的各种无厘头剧情 电影的结尾倒是挺温馨的嘛 你以为这就是完结了吗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 一颗泛着绿光的大X头 突然从水底冒出来发誓 我还会回来的 嗯 看来就像蝙蝠侠和猫女 小兰和新衣一样 喜满和骷髅脸的爱情马拉松 肯定是要跑到天荒地老 跑到海枯石烂了 另外我不知道 在此之前有没有先例 不过这部电影 似乎是第一个尝试 二次元人物穿越到 现实世界和现实中的 主角互动的剧情套路的 就是类似大侦探 皮卡丘和索尼克电影的那种 要是这样的话 这部毁原作 毁到亲妈都不认识的电影 还有点建筑 至少开启了一个 新的电影小流派 也许以后总统的节目里 还会遇到这种剧情模式的电影呢 节目的最后 再加个提问互动环节 你最希望哪个 或哪些二次元角色 在某一天 突然闯入你生活的环境呢 欢迎大家踊跃在评论区 或弹幕中回答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And he tries Oh my god, do I try I try all the time In this institution And he prays Oh my god, do I pray I pray to say good things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yeah, yeah, yeah Hey, yeah, yeah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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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Just keep it inside Learn how to hide Learn how to hide your feelings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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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Yes, hey What's going on? Yeah What's going on?